空气污染让戴口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在彰化有一间超过70年的衣彩厂 看着了需求 还进一步创造需求 把口罩变成了时尚配件 或许把口罩颜色玩出不一样的设计 还与艺人谢金燕、周汤豪合作 在社群网站上秀出他们戴口罩的造型 成功吸引年轻族群的眼球 除了口罩之外 这家衣彩厂在酒精棉片的市占率更是台湾之冠 带你来认识这家创造口罩潮流的十足 机台上超过30种颜色图案的口罩不断推进 无论是姐姐谢金燕还是帅到分手的周汤豪 都在Instagram大秀戴着口罩的美罩 表情虽然看不到 但颜色花样更添时尚神秘 我们一直觉得说口罩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那我觉得说颜色其实是最激奋的 所以其实牛仔是不管男或女都可以传达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那我们可以试试来 往这方面去做看看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的fashion 其实就是以色彩、形象在做 可是其实布本身pattern也是一种fashion 玩颜色、玩材质 张德成是张家工厂第三代 张家是台湾第一家以纱布、工袋等副料起家的医材厂 目前最广为医院使用的酒精棉片 便是张家率先开启的 在欧美国家他们已经利用早时间去验证 一定要使用这个东西 不能再使用我们很传统的 那种棉球泡酒精放个不锈钢罐 然后就是打开用打开用 那可能早上酒精的715%的含量 但是到下午可能不到60% 那事实上下午你在使用这些的定换的话 那对来来讲是有风险性的 所以我才觉得 我们应该努力去发展这一块 当问题发生 商机就在这里 事实上你的成本 除了是你已经放下去的酒精 跟棉球以外 你有没有曾经把你今天没有用完的 怎么100颗棉球的那50颗 掉掉那个成本 你算进去的吗 他们从来没有算 他们只算说 100颗棉球加多少酒精 起来是多少钱 除起来是1颗棉球是多少钱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就是说 你的医院的一些医疗纠纷 是因为你的面积不浅所造成的 那这个都是成本 而且这个成本 付出的成本更高 看到商机只是要生产 却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成功 我想包装材料 包装品应该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本身它走进有侵蚀性 所以你怎么样让这种材料 不被手机侵蚀 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 去跟我们的包装材料厂 共同去研究 然后做了我想 下来20次的测试以后 然后再经过我们医疗卫材 D&T的这个整个安定性测试 花了将近前后三年的时间 才真的知道说这个是OK的 从进口到最后自制量产 张丰莲花了15年才算成功 甚至把医院消毒用的酒精棉片 转到消费市场 那我们是用食品级的酒精 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 像现在很多小朋友 那他们的玩具啊 他们的奶嘴啊这些 它随身要用到的东西 你用这个插蕾以后 它是可以食用的 虽然它还会挥花掉 但是至少它对健康是没有危害的 我除了觉得我自己做出这个 觉得自己很 应该用骄傲形容 不太好像不在家 我觉得很自豪的就是说 我把台湾用酒精棉球 变成酒精棉片的这一块改变了 我觉得这个是 除了是我自己的成绩以外 也是整个台湾医疗 用品的这一块 有很大的成长 变革了台湾医材史 张峰霖肯定能够无愧地面对爸爸 因为接班的他 不仅曾经因为在工厂工作 被硫酸泼过 80年代 中国大陆廉价劳工兴起 事业更是差点做不下去 我说我们最前胜时期是1400多台支付机 我办法是从两台支付机开始做 两台 然后成长了700倍 在我们最前胜时期的1400多台支付机 我就要去选择 第一个我把台湾的工厂关掉 第二个你就是要辛苦一点 到道路从头开始 那你就只有这样的选择 就像我刚告诉你 因为有人受过伤 所以我不甘心把这个工厂 就这样收起来 而且这个是我爸爸 三十几年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个基础 在我手上收掉的话 真的太不舍了 而且太没面子 到对岸继续纱布事业是不得不的选择 只是张丰莲也未曾断了台湾的生产 从纱布到酒精棉片再到口罩 张家产线不断改变 营收获利也屡创佳击 2018年营业额创下历史新高的6亿多元 好成绩除了来自张丰莲打下的基础 第三代张德成 同样也有不输老爸的豪情壮志 其实口罩它最重要 是它三层 然后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一层 那中间那一层就是它的 我们所谓的Milk Blum 它是一个静电过滤层 那细菌过滤的话就是靠那一层 对那其实在外层的话 这一层的话 它是算防水的一层 防泼水 那内层的话 它是有吸附一些水分 例如说你呼吸出来的口罩蒸汽 或是类似那样 所以其实三层都很重要 可是没有中间层 这就不叫医疗口罩了 PM2.5还有一般的医疗口罩 它的差异主要是它测试法不一样 PM2.5它有自己的一套测试法 对那医疗等级的口罩 它有自己的测试法 那其实比较大的差异是 脸的密合度 对那其实是最大的差异 贪吸口罩张德成眼神充满自信 他原本在美国做设计 老爸一声令回来接班 他从基层作业员做起 勿求自己对口罩的了解 但假设张德成只是守城 那就不符合父亲对他的期待 所以我一直回来的时候 我告诉他就是说 如果你要继续照我的方式下去做 那他们现在这些厂长客长的 每一个人都会做得很好 那你回来就是说 就是要改变 你不改变你回来就没有意义 所以他在做一些尝试 做一些改变 包括建立整个行销团列 做品牌 基本上我都觉得 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在夜寮市场 张家的口罩是有名 是受到肯定的 可在SARS之后 一般民众使用口罩更趋频繁 张家产品却无法在消费市场 拥有能见度 因为医院这部分 我觉得我很有把握 我觉得我们很OK 可是消费市场 在路上看得到不是有名 那就代表说 我这个商品 还没有达到一般民众要的需求 那你一个商品跟民众 他们要愿意买的话 其实你需要门当户对 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如何把我做到 让他们觉得我配得上他们 那这就是说 那他们到底想到什么 那就看待现在其实很多东西 除了好用以外 它也要好看 也要Fashion 那你用的这个东西 也要代表一个意义 你今天喝冰淇商店的咖啡 跟喝专门卖咖啡店的 你光拿着杯子 大家就会觉得 这是不一样 一杯咖啡的意义 除了咖啡豆的品种 品尝起来的风味之外 杯子给人的品牌形象 更是加分 口罩也是如此 所以张德成率先把口罩 卖进美式大卖场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尝试的一点 因为我在美国待过蛮久的 所以好事多是那里出来的 我知道去逛那边的人 他的消费习惯 可能本来平常自己 不习惯买不习惯用的东西 到那边看到你买来就变习惯了 蓝绿粉 然后那时候是蓝卖最好 因为消费市场 他总不想带医院的绿 所以蓝是最接近 比较亲切一点的颜色 对 所以那时候蓝卖最好 然后从那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业绩 大概一个月好的话 做150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 然后到现在我们彩色 已经27块全部都上了以后 我们一月也可以做到2006 当美式卖场开出红盘 张德成下一步瞄准网路市场 只是要培养这一块市场 张德成说 他靠的是七分努力 三分运气 我们网路刚开始一个月 做十万 我就觉得说 好少喔 不过难道网路就做这样吗 然后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活动 然后开始就偶尔会蹦出一个三十万 我说这个月不错喔 这样 然后后来再慢慢跟通路 因为网路他们也没有卖过这类的好产 所以跟他谈 然后再谈说 了解一下网路是怎么操作的 等等 从中从慢慢到 一个月四十万 五十万 六十万 我们到现在最多一个月 我们最高的记录是 两百六 两百七 医疗大卖场网路都有了成绩之后 张家的口罩要攻进连锁药妆店 那就更如虎天意 最难的是当你一个旧品牌 你要转型 但你转的幅度算是比较大的 而且是完全我们不习惯的消费性市场 其实很多通路是不无法接受的 因为你不在医院里面就老大 结果在消费性市场 可以这样 我就是小怕 对 他就是觉得 我为什么要卖你品牌 我卖你品牌 我不如我自己做这种品牌 那不是一样 你也没有别出名 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然后他们会用这个去压力 所以你就需要去用 要去想其他的方法说服他们 你不管是做一些广告也好 或是做一些口碑行销也好 传统业料耗材之战 张德成把竞争接列的口罩市场 再拉升一个层级 大达品牌识别度 进一步要建立的是品牌忠诚度 张峰莲 张德成 两个世代 相同成就 成功革命台湾一才十